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属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哈喽,亲爱的朋友,我是天天 非常高兴在空中和你相会 我记得有一个晚上呢 我下完班回到家 发现呢,家里竟然停电了 本来很想用电脑看影片哦 但是现在泡汤了 算了,那我去洗澡好了 没想到呢,打开水龙头 发现竟然停水了 其实我觉得啊 停水比停电还更让人受不了耶 因为没有电力可以点蜡烛啊 可是如果没有水可以用的话 也就是说不能洗澡,不能洗头 也没有干净的水可以喝 缺水是多么困扰的一件事情 其实现在呢 正是一个缺水的时代 全世界大概有37个国家 面临缺水的危机 面对这么缺乏 干净水源的时代 我们该怎么办呢 今天Easy谈生活 我们就来聊聊这个缺水的话题吧 现今全球大概有7亿8千300万的人 没有干净的水可以喝 在未来,全球各国对干净水资源的需求只会越来越大 有些科技比较先进的国家呢 一直在做污水处理的工作 把每一滴水回收再利用 像是以色列 这个一年几乎不下雨的国家 就运用超强的科技 把污水净化成饮用水 所以去以色列旅游的朋友 回国后就跟我说 在以色列多神奇啊 打开水龙头流出来的水都是可以直接喝的 因为污水处理得太好了 水池很干净 在以色列有超过250家的水科技公司 世界各国争相学习他们的技术 不过呢 这个是有先进科技技术的国家 才有办法办得到 把污水处理 净化成可以喝的水 这不容易 那如果是生活在很偏远的地区 各种资源都很缺乏的地方 或是我们不幸遇到了一些灾难 就是没有干净的水可以喝了 该怎么办呢 油箱发明被称赞是 本世纪最棒的发明之一 一个小小的 很方便携带的管子 让你无论去哪里都可以喝到干净的水 这个发明叫做生命吸管 吸管的过滤效果非常好 可以过滤掉水中的细菌 跟病毒高达99% 这根看起来非常普通的吸管 内部总共有七层过滤器 过滤出来的水干净度 还比许多先进国家的自来水还要干净 使用的方式也很简单 直接把吸管插入水中 用嘴巴直接吸着喝就可以了 那吸管呢 也不需要插电 就可以过滤700到1000公升的水 大概是一个人一年的使用量 所以呢 现在生命吸管已经被许多国际救援组织 当作救援工具 特别是在非洲国家 有了干净的水 人民的健康问题大幅改善 那你猜猜 这么厉害的发明 体积小 又方便携带的生命吸管 要价多少钱呢 想不到吧 只需要三块美金 几乎每个人都负担得起 可是呢 这个被比喻为科技奇迹的吸管 虽然可以过滤各式各样的水 但是还是有它的限制哦 它不能够过滤海水 不能够过滤水中的重金属 还有一种呢 是人体肠道感染蛮常见的寄生虫 蓝室甲地边毛虫 没有办法过滤掉 因为这个虫的直径呢 比吸管的过滤器还要小 而且也没有办法被吸管内的点消灭 现在呢 发明研究团队正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可是啊 天天觉得科技始终来自人性 既然是人发明的东西 终究会有它的一些限制 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完美 不过呢 至少现在这个吸管啊 很普遍咯 在2010年到2012年的海地地震啊 巴基斯坦的水灾啦 日本地震各样的灾害 发挥了它的功能 生命吸管直接送到灾民的手中 不过呢 全球的水污染跟水浪费的问题 还是让人很忧虑啊 生命吸管这么棒的发明 毕竟是治标不治本啊 水呢 可以说是造物主呢 送给人最棒的恩赐啊 礼物 可是人类的浪费 却引发了水源枯竭的危机 应该怎么做 才能够使这个珍贵的礼物 能够循环利用 发挥更大的效果呢 真的要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开始做起 懂得感恩 珍惜水源 你是怎么使用水的呢 或许当我们在大量使用水的时候 能够去思想一下 全球有七亿多的人 正处在没有干净水源的情况 这样想一想 会不会更多帮助我们来珍惜 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份 水资源的礼物呢 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里咯 祝你平安 我们下回空中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